姑娘放下东西不要沾了 怎么了苏总 你是不是叫王梦 26岁211毕业 是啊 苏总 那你收拾一下你的东西 跟我去趟半周食 为什么苏总 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你没有做错的地方 是我们做的不对 你跟我来一趟吧 喂苏总 喂谷经理 你马上来一趟我的半周食 可是我这还有一堆事呢呀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过来 哎呀好吧好吧好吧 苏总 你给谷经理打电话干什么呀 本来他就不喜欢我 这样一来他会开除我的 我的这份工作 是我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呀 我的父母还等着我交医药费呢 没事没事 你先等谷经理来了再说吧 苏总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有着妹妹做主管 26岁211毕业 叫王梦 对啊 怎么了 跟他同名同姓 同一所大学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不可能吧 毕竟这个世界上 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 怎么不可能 你当我三岁小孩是吧 什么情况 你赶紧跟我说 你干嘛呢 你看别人都在工作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你这份工作 费了多大劲呀 赶紧干活 赶紧干活 我我有个亲戚 我我有个亲戚 他说他家孩子 整天无所事事 也不上班 就想让我带带他 想让他呀 跟我学点东西 别再这么荒废下去 荒废下去 顾经理 你这后门 走得可真是高明啊 你表妹 没有一技之长 你可以帮他 轻而易举的 盗取别人的劳动成果 他没有能力 你可以帮他走后门 坐着办公室 揣着冲条 拿着高薪 那他呢 我我也没想到 会发展成这样 没有想到 人家寒窗苦读十几年 家中有年迈的父母 需要照着 不就是为了 想找一份好的工作吗 而你妹妹呢 不劳而获 盗取人家的劳动成果 顾经理 你是怎么想的 你的良心 被狗吃了吗 苏总 当时我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顾经理 赶紧带着你的妹妹 给我走人 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苏总 出去 不好意思啊 王萌 是因为我的疏忽 没有管理好公司 这点啊 你拿着 还有 明天就到新的掌位 我到吧 谢谢老板 是金字啊 到哪都会发光的 加油 这个人成功的美好 美好 都有不为人知的算出 变对 姑娘 去一下火车站多少钱呀 去火车站呀 至少得200 走上车 我带你去 啊 去火车站200呀 能不能少一些呀 能不能少一些呀 200还嫌贵 你走着去吧 走着去不要钱 想办了 啊 让你乡 哇 来 大姐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老板 我想去火车站 但是等了半天车了 一个都没打上 行你上车吧 我送你 我这好顺路 那谢谢老板了 谢谢你了 没事的 那你上车吧 太谢谢你了老板 你这车费贵不贵呀 我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大姐 我不问你要钱 我呀 正好顺路 真的吗 老板 谢谢你 真是谢谢你了 坐好了啊 嗯 也许迷途的惆怅 你扯随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骨头 哎妈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呢 我爸的医药费呀 我会想办法的 你再加把我爸好照顾好力气 妈 嗯 哎 好嘞 挂了啊 大姐 你几点的火车呀 我一点的火车 下午一点的 大姐 那时间不够了吧 我直接送你回家吧 啊 真的吗 谢谢你 哎 大姐 那你的家是哪里的呀 我家是三七大桶的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岁月挫折的床上 已让我存不难清 可我渐行光明 就在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姐到家了下车吧 好 谢谢你啊 老板 谢谢了 不用客气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到城里工作 可以联系我 谢谢老板 不能帮忙 不忘回头看 愿你此时尽心无遗憾 万世间圆满 愿你温而闪 愿你心无法 愿你时光能欢 愿故人不散 愿你日生两人永相伴 不悲却又欢 愿你情有所以不孤单 烦恼都短暂 愿你匆忙 巧不能光芒 不忘回头看 愿你此时尽心无遗憾 喂大姐 你刚才的通话呀 我都听到了 我被你的笑心深深地打动了 灰色的天 一望无边 遮蔽了双眼 谁也看不见 出生的光 落在地平线 一点点蔓延 打开了世界 那些钱呀 是我故意放进去的 你就拿着 给你父亲看病吧 又让狠狠的风 一扫而空 穿透人间 三十兵空